中文字幕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丽夏 今天就先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夏天皮并不能晒的话 有美心 首先要说的就是这个大花天竹葵 它是非常难度下的 所以夏天千万不要把它拿得出去暴晒 否则提前加速它死亡 那么夏天要怎么样呢 就是说把它放在非常阴凉通风的地方 然后就是控水 一定是等这个盆土非常干了之后 再给它浇水 然后就是这个倒挂金钟 它也是很难度下的一个植物 即使我现在把它摆放这个最阴凉通风的地方 它下面的叶子还在不断的发黄 主要是因为它现在还在开花 看到没 很多很多花蕾 这个倒挂金钟的花蕾真的很多 有一些的话都已经开不出来了 所以为了让它更好的度下 到时候我要把这些开不出来的这个花蕾 先给它剪掉 让它更好的度过这么炎热的夏天 还有就是古迪兰 它的这个叶片是非常怕这种烈日暴晒的 如果晒的话叶片就很容易晒上 要知道这个蝴蝶兰长一片叶子不容易啊 所以夏天不要把它拿着去晒 除了不要晒以外 白放的地方通风一定要好 而且还要想办法给它增加湿度 这样的话这个蝴蝶兰的新叶就会长不停 大家看 我的这个又长出一片新叶来了 我的这个又长出一片新叶 是很长出一片新叶的新叶 对这个又长出一片新叶 这就像这一片新叶子那样 看起来的新叶子 是多年叶子的新叶子 所以说这种新叶子 下一个新叶子 就是这种新叶子的新叶子